歡迎來到Hands of Sugar Citation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邀請這位嘉賓 其實他自己很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可以帶大家一起用眼睛去旅行 以及去這個地方 對他來說非常有意義 會勾起他很多回憶 是的 他初中的時候就在這個地方讀書 不知道今天他會帶我們用眼睛去哪裡旅行呢? 他就是黃庭峰 Hello 我喜歡這個手勢 我喜歡 地方學哥說 我知道你就是在英國那邊讀書 家裡的小朋友一定會說 英國城市不一定是倫敦 不過你不是在倫敦讀書的 是不是? 我當時去到一個地方 名字挺有趣的 叫做Bath 洗澡那些 其實他這樣翻譯的時候 是叫巴斯的 即是Bath Bath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你對他的第一個印象是怎樣? 去到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地方是很舒服 很寧靜 他跟英國的大城市很不同 英國大城市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很多人 很熱鬧 還有很多不同種族的人 但Bath可能是比較上 本地英國人比較多 即是很寧靜的一個小鎮 很舒服 讀書是一流的 剛才你說Bath就是洗澡 我想到家裡的小朋友很快就想 洗澡會不會那裡很熱 還是那裡叫做洗澡的地方 應該有很多人一起 可能有很多浴缸 或者有很多地方都是洗澡 其實那裡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一開始就像你那樣想 其實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很大的Roman Bath 好像現在這樣看到 因為Bath這個地方 就是英格唯一一個有天然泉水的地方 所以當時羅馬人來到的時候 就是這裡建了一個浴場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古蹟 也有很多人進去 例如參觀或者有些展覽在裡面 已經成為了這個地方的一個聖地 哇!那裡已經成為了博物館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展品 對你來說特別深刻的呢? 我記得有一個我是… 我到這一刻也有時會想起 就是它有一個好像三角的雕像 是一個女神的三角雕像 因為它是古蹟 所以有一些石頭可能已經是… 不見了、沒有了 也有一些石頭是遺留在裡面 它就是有一個圖案 但是沒有了那幾部分 它就會用一個類似是… 投射器去射回整個圖案出來 那這樣就很漂亮 因為你會發覺是沒有什麼違和感的 石頭和投射器 它做了一個圖像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覺整件事很漂亮 整件事是合適的 合適的 那除了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去過倫敦市中心 那裡有什麼景點 其實因為那時候 我們是在讀中學的時候 我們是在宿舍那裡的 所以是否經常可以出去呢 未必因為我們那時候有審監、考監 那時候我們都比較嚴謹 但是讀書是一流的 環境是一流的 我記得有一年那時候是… 因為沙士 我們早點要回去就是旁邊 那時候就有時間去看看倫敦這個地方 而去到倫敦的時候 當然有很多的地標你會想去 譬如 Big Bang、大陸宗 又或者是倫敦橋 我記得我們很期待去倫敦橋那一刻 我和一個朋友一路走 我們已經知道那個地方是有倫敦橋的 不斷走的時候就問當地的人 我們想去倫敦橋,倫敦橋在哪裡 倫敦橋,哪裡是倫敦橋 那些人就說在前面就是了,在前面就是了 一直指指我們去到倫敦橋的時候 然後那一刻我很失望 為什麼這條倫敦橋不是我平時 在相片上看到可以開合 很漂亮的,有旗的倫敦橋 但真的叫倫敦橋 但其實原來我們平時看到想找的 是一條叫塔橋,不是倫敦橋 原來是這樣,我想很多小朋友都誤會了 第一就是經常聽我的首歌 《倫敦橋 火鈴鐺》 想著倫敦橋一定是很漂亮的 其實現場那個是扔轉 倫敦橋是沒有那麼漂亮的 倫敦橋沒有那麼漂亮 但在英國來說,其實倫敦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那時候有很多的運輸和建築都在那裡開始 真的要去到當地才知道 我知道很多小朋友對英國美食的 第一個印象是炸魚薯條 其實當地人是不是真的經常吃這個菜 這個也是我對英國的第一個印象 就是炸魚和薯條 因為其實真的要找很多英國的 很特色的食物是有的 但可能是五隻手指已經數了 但他們是很喜歡吃 而也做到的質素是非常好的 炸魚和薯條 我自己也挺喜歡吃 但因為做運動也很多 所以我儘量保持自己的身體 不可以太過 所以除了非常便宜之外 其實全英式的早餐也非常出名 裡面有很多 譬如薯條、蛋、腸仔 全部都是一些在英國非常有特色的食物 你說過了 炸魚薯條的小朋友一定很喜歡吃 另外還有一些特色的食物 我也知道那邊的運動也很厲害 對呀 我聽說你是學校足球隊的 而且還有機會參加這個職業足球隊的青年軍 其實當地人對足球是否真的很狂熱 就像你剛剛那樣狂熱 那一刻一樣 不要說出來 然後足球就… 我想運動是所有的 對於一些足球的狂迷來說 運動、足球就是比太太更重要 我不知道你有否聽過 我不會回答你這個問題 應該是這樣說的 應該是這樣說的 足球迷的太太跟他們一樣 都是這麼重視足球的東西 所以你去到哪裡都好 大家都有自己擁護的一隊足球隊 是 你去到在學校的層面 基本上每一天他們的老師和學生 都很重視體育這方面 所以如果你在學校中 你的運動體育成績是好的時 可能比你的學業更重要 可以說的 我用來想 其實可以去到當地在英國 大家都知道英國的足球 大家這麼熱衝 你以後有機會可以踩到草地上 其實心情是否很不同 心情是… 其實平時踩的草地 都是一些比較爛的地 沒有我們想到那些 很漂亮的那種 但是我覺得在英國 可以踢球是另一種風味 經常都說英式足球 英式足球就是 很多身體的碰撞 很多蠻身的碰撞 會令你整個人很強 在足球上的心態 或者是你對於運動的追求 所有東西都會變得很強 所以我覺得在跟英國人踢球 你會學到很多東西 而且你會很享受 因為他們一至五都在踢球 一至五都在做運動 非常好 如果讓你再選擇 選一個地方 你想去哪裡 要讓我選擇 其實有很多地方都想去 但如果你用我這一刻想到的 我想去馬爾代夫 因為我很喜歡海水 其實我每次對著海水時 那種很寧靜的感覺 令我可以想到很多東西 很舒服 所以如果真的要度假的話 我覺得馬爾代夫 一定是我第一個想去的地方 非常好 我相信今天 無論是我們 甚至家中的小朋友 已經獲益良當 知道原來英國 有這麼多特色的建築物 有這麼多好玩 還有這麼有趣的文化 今天很感謝廷豐哥來到我們當中 謝謝 好 給予熱烈掌聲 廷豐哥 還有很多精彩的節目 稍後回來繼續跟我們一起吧 名字打電話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